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若必须夸耀,固然无益 我就来说说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内的人 十四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为天主知道 我知道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不知道天主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去 听到了不可言传的话 是人不能说出的 对这样的人我要夸耀 但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外 我没有可夸耀的 其实即使我愿意夸耀 我也不算是狂妄 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但是我绝口不谈 免得有人估计我 超过了他在我身上所见到的 或由我所听到的 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启示 而过于高举自己 故此在身体上给了我一根刺 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拳击我 免得我过于高举自己 关于这事 我曾三次求主使他脱离我 但主对我说 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 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 所以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德能藏在我身上 为此 我为基督的缘故 喜欢在软弱中 在凌辱中 在艰难中 在迫害中 在困苦中 因为我几时软弱 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成了狂妄的人 那是你们逼我的 本来我该受你们的包扬 因为纵然我不算什么 却一点也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 宗徒的记号也在你们中间 以各种的坚韧 借着征兆 奇迹和异能 真正实现了 其实 除了我本人 没有连累过你们这件事外 你们有什么 不及别的教会之处呢 关于这个委屈 你们宽恕我吧 看 这已是第三次 我预备好到你们那里去 我还是不连累你们 因为我所求的 不是你们的东西 而是你们自己 原来不是儿女 因为父母积蓄 而是父母 该为儿女积蓄 至于我 我甘心情愿 为你们的灵魂付出一切 并将我自己也完全耗尽 难道我越多爱你们 就该少得你们的爱吗 是啊 我没有连累过你们 但我是出于狡猾 以诡诈诈取了你们 在我所打发到你们那里去的人中 难道我曾借着其中的一位 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曾请求了帝夺 并打发了一位弟兄同趣 难道帝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动来往 不是具有一样的心神 一样的步伐吗 到如今 你们以为我是向你们申辩吧 其实 我们是在基督内 当着天主的面说话 这一切 亲爱的 都是为了建树你们 因为我怕我来到的时候 见你们不合于我所想望的 你们也见我不合于你们所想望的 就是怕有争端 嫉妒 愤怒 分裂 毁谤 挑唆 自大 纷乱 又怕我到的时候 我的天主 在使我在你们前受委屈 并为那许多从前犯了罪 而不悔改他们所习行的不洁 淫乱和放荡的人而痛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